此前说到大熊猫供应活动的话将于下个月11号开始 此次活动的话将和以往供应活动一样 商城会上加一款供应时装 此次供应时装的话是园丁的熊猫保育员 可以看到身上的话充满了许多熊猫的元素 在肩膀边还趴着一只小狐狸 也不知道后边是否还背着个双肩包呢 另外挺好奇手持物到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 有没有可能是图片中的笔记本呢 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个熊猫的守护者活动 参加活动的话可以免费领取一只熊猫宝宝水虫 大概的话应该就是图片中的样子了 另外商城还会上架一款小女孩的纸片 风格的话看上去蛮现代风的 虽然时装看上去比较朴素 在细节方面的话也和此前年色有些差距 但这种小青形的打扮配上小女孩的可爱还是不错的 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以上两款时装的话都仅先回身购买 也不知道小伙伴们打算入手哪一款呢 或说回来第五到目前为止出的动物时装打扮都会挺多的 也不知道你们最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以上的话就有本期视频内容 喜欢小伙伴们可以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